蘇寧、菁芳 上海的科學 蘇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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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文、蘇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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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們那個班級經營 這也是我教學連續8年以來一直在研究跟潘濤的問題 因為個人認為一個班級你要成長 很像那個大叔一樣 舊的一定要想盡辦法留住 新的進來你的班級只會成長、不會減少 那變成說專業是教師最基本的素養 因為既然進來社區大學就是要教學向上 你自己專業以外,人家同學一定是過敏的 但是你剃除專業以外,你幾乎沒有一樣可以變成 就是要面穿的外套 MV的,一個學習跟他去外面一次 這個後製都是哇塞、哇塞、哇塞 因為我沒有去親到點魚大哥,要不然會更快速 快轉一下,是沒關係,按到中間 既在你進化,既在你進化 這把後面還深奔之一 只要就被人家下車,讓它跑完就好了 原版嘛,會加一些後製的動作 這都是後製的,每個同學都會拿到手在手上 你可以去他比的一兩百場送的一個好的一號 搭成自己的上根的一個槍片嘛 這個也許不是每個班機都有 可是我從從這邊開始做起 我們要創造品質,就是自我要求開始 那也有拿去海邊 拿去海邊那個海景很漂亮 他就是簡單的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同師進來的社會大學 社會大學的願力都很豐富嘛 我只是大概提醒一下而已 這是拿檔課 這樣是坐大概二十分鐘 轉檔要三小時 所以雙方的高剛 可是你的成立絕對不會體會到 那因為他去外面錄MV 他就會特別練習 他跟教師討論什麼歌可以唱 那我會帶同學去比賽 我現在我帶同學同學拿到四十 已經將近二十五支左右獎牌了 都是寫五名 最差的是第六名 再翻到千三名 他這邊有好看嗎 有好看嗎 有好看嗎 謝謝 張曉 張曉 這個是在浮邊那個錄的啦 這個是記學生名字的方法 我第一堂課前面兩堂課三課我會拍照 拍照開始唱名 就是點一下名字 我回家馬上就做記號 這樣大概通常不會說過三周 就會全部名字都記住了 因為記住名字很重要 會覺得有親切感 然後 然後 等一下現在可以 這樣 哇這是拿檔的 成果展很重要 成果展非常之重要 因為他學習下來是學生的東西 透過成果展 你可以滿足他們的成就感 表現 表現 那你可以提升他們 那個表演的體質 多表演 不要看到表演的確長 然後再來就是 透過成果展 你可以讓民眾 認識你的課程 其實對招生是有幫助的 最後結論 謝謝 結論就是說 那個 藍色大學的學員 他們都帶不同的行星過來 來自不同的家庭 他每個人都代表一個家庭 你只能用嗎 他的愛心去 去挺他 那他想要什麼 盡量給他 那如果是 那個 最後是一不再學的話 就是 不要站在那裡發動的話 你就盡量去接受他 你要想盡辦法 跟他變成朋友 他才有可能幫你 因為 學生就是宣長宣傳者 你後到白癢都乘以四倍 你不會痛快 你只能跑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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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一起啊 外套外奮主了啦 真的幾話 好 那個我想 那個天翼老師 他 這個應該怎麼講 蚊身充滿了這種 電力 細胞 會變 所以他在唱歌的那種 所以我 我沒有辦法形容 就是有他的魔力跟魅力 那當然 所以剛剛的若我們用八大智慧去分析 其實都有 都有 內型 數學邏輯我都不曉得 數學邏輯會有 會跟內型體力還是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作業慢慢再來寫 大家領會到了就好 好